清晨六点,吴胜泉来到牛棚,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日前,记者在北京奶牛中心梁种场见到了吴胜泉 他正在观察美头牛的发情情况并做详细记录 为后续的胚胎移植做准备 作为一名育牛人,这是吴胜泉每天的第一项工作 吴胜泉是专门做奶牛胚胎移植育种工作的 想做好这份工作需要耐心和细心 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影响胚胎移植的成功率 容不得丝毫的马虎 细节决定成败,吴胜泉始终绷紧这根弦 观察、记录、检查受体牛、解冻胚胎、进行移植 每天吴胜泉都要与上百头奶牛打交道 经常在牛场一待就是一天 冬天牛棚温度很低 而胚胎需要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下才能保持最佳活性 为了保证胚胎移植的存活率 吴胜泉就用自己的体温来维持胚胎温度 然后因为温度,现场温度特别低啊 没有这个室内操作环境 然后我只能就是在牛舌里解冻的时候 就是只能靠我自己的体温 提前把棉耳扣解开 解开以后然后从那个胚胎 不要空气当中停留5秒吧 或者有的是10秒 解开以后然后这么撑着 撑着衣服拿手把杖 就放在这个怀里边 这个棉耳 因为我这个胳膊工作 我是右手 然后我只能把这个袖剪掉一个 把这个袖剪掉一个 这样的话工作就方便了 虽然工作环境艰苦 但吴胜泉从不抱怨 总是乐呵呵的 我可以牺牲这个休息时间 周六周日我都可以去 收获的时候其实是最高兴的时候 这些小宫牛合格了 精湛了 而且都健健康康 欢梦乱跳 当你特别喜欢这个工作的时候 它脏你也感觉不出来 它累 但是你又感觉是一种幸福 一种这个有这个成就感 凭借着扎实过硬的专业技术 吴胜泉连续多年把奶牛冷冻胚胎移植 受胎率保持在62%以上 超出了中国该领域平均水平 近10% 为北京地区奶牛品种改良优化 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在他看来 这只是本职工作 我的任务呢 就是通过排胎移植呢 来排育这个种公牛 排育出来的种公牛呢 它的这个冷冻经验呢 来销往这个全国各地 来提高这个我们国家的 其他地区的这个奶牛的这个生产性能 提高它的产奶量 通过我们这些这个养牛人吧 我们这个行业叫牛人 通过我们的努力 来这个保证我们国人的 能够喝上这个健康的奶 喝上这个 而且这个保值保量应该说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